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 在今年7月1號開始實施了 實施對象是民國31年7月1號之後出生的長輩 在年滿75歲以後 會收到監理站寄送的通知書 到醫療單位完成身體健康檢查之後 再到公立醫院指定醫療單位 或監理站完成認知功能檢測 合格後就可以收到患發的通知書了 民國31年7月1號以後出生的 請於78歲前辦理換照 在這個期間如果有所謂違規紀典或調括駕照 請於通知後三個月內辦理換照 先做體格檢查 還有認知功能的測驗 合格後以後就把這張單子 拿到我們建理單位來換照 認知功能檢測非常簡單 會針對時間認知 進程記憶思考 以及判斷首腦並用三大能力進行測驗 通過三項測驗才算過關 第一對時間的正確認知能力 完成換照的長輩不但全額免費 還可以拿到200元的悠遊卡票證 名額有限送完為止喔 中家新聞林凱鈴格 中間新聞林凱鈞板橋報道 谢谢大家